明人站的Youtube Channel Hello 大家好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明人站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Maggie 相信大家看到我今天放在大家眼前的是甚麼牌子袋 沒錯 它就是Hermes的布列 其實它正確的名字應該叫做布列1923 其實這個款它當初有一個mini size 以及也有一個30 size 近年它推出了這個25CM 其實25CM相對來說 很多亞洲女性都會喜歡這個尺寸 會比較多些 因為這個放東西會比較適中 不會像mini太小 或者去到30那個太公民色 或者太大很難用 那為甚麼我會放了兩個不同顏色給大家看呢 因為這個屬於一個金鐘色 它最經典的顏色 而且這個你會看到它 它是用了一個Alpha Color皮所造成的 Alpha Color皮 通常是屬於一個比較幼細紋路的皮料 但它又相對於是會比較挺身 不會像Togo皮或TC皮 那麼容易軟身或者那麼塔 那麼它這個金鐘色 裡面它也是會用了一個比較光滑的皮料 同一個金鐘色系列所造成的 裡面會有兩個內袋在裡面 其實你看到它的隔層其實只有一個隔層而已 所以其實放東西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這個金鐘色還是配到最經典的金色所購的位置 因為金金應該是現在市面最多人找的顏色 而去到旁邊這個 它是屬於一個叫做季節顏色的T0 它是一個霧霧藍 它這個跟剛才那個金鐘色有少少不同 它的皮料是用X爽皮所造成的 但它們同樣的紋路都會比較幼細 就不會像Togo皮或TC皮的紋路那麼大顆 一般布列25其實都是用這兩個皮會比較多少少 也會比較挺身 不會那麼熱撻 令到它整個袋形 那麥霧藍這個呢 它有少少少特別 就是它裏面做了一個奶油白的光抹皮料 做了一個對比的顏色 因為其實大家都應該清楚好知道 Hermes是很喜歡玩拼色的效果 這個就是跟金鐘色有所對比的感覺 而且這個是配銀色的鎖扣 其實它的鎖頭和這些有什麽用途呢 我都可以逐一介紹給大家看看 因為有時可能看到一個包包 就是一個保齡球的尺寸 其實好像很簡單 有時客人會問 可以幫它裝扮一下或裝飾一下 其實很簡單 你用它的鎖匙或者鎖扣就已經可以了 因為它的鎖匙 而這裏你其實可以做到一個掛式 除此之外 其實到這25這裏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鎖扣的位置 令到有時人可能去公幹 出chip 或者想個袋安全一點 就是把鎖扣回到這裏 因為不是很多款袋是會有這個鎖頭 這樣扣了 它就有不同的風格了 而它的內格 其實剛才也跟大家說過 其實它這個尺寸 它的容量其實一點都不小 例如放一個長銀包 放一個黑包 甚至乎現在抽糧 或者一年四季的 所以放一件大的披肩 其實放了下去之後 其實一般女士 可能放一些化妝品 粉餅 或者放一把鬚骨遮蓋 或者放一些塑膠 其實它的容量也是足夠的 好 同樣它都會配一條全皮的肩帶給你 令到你可以背上身 其實都是比較方便的 可以側背或者 有些女士不是太高的 其實斜背也可以 可以的 隨便你喜歡什麼或者拿都可以 如果你說再加多一點裝扮 可不可以呢 其實都可以的 我都搭了一條Chili給大家看看 有時候因為覺得 它可能太正裝少少的感覺 有時候可以 譬如綁回一條Chili 效果就會不同了 其實這個位置 其實你綁回一條Chili 它其實都是比較簡單的綁法 亦都令到這個袋子比較少女的感覺 其實有時候不用這麼單調 而且它布列這個款 其實給人一種感覺 比較公民式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自己去設計 看看你自己喜歡怎樣去綁 你喜歡綁一個大的蝴蝶也可以 綁一個小的蝴蝶也可以 綁完之後其實是另一種感覺 最後當然要試上身圖給大家看看 它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它這個長度 一般應該是給亚洲女士 側背會比較好些 你說真的小一點點 矮一點點 那斜背帶可能就會好些 因為我163居 和我身形比較大隻 所以應該側背不到 側背會比較好 而且這個款式是手拿 也是屬於一個比較正裝少少的保齡球袋 現在是比較受歡迎的 如果大家看完我的介紹之後 對它們都有興趣的話 不妨來到尖沙咀門市看看 或者也可以下載我們的APP市 瀏覽一下 最後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瀏覽到我們每天的最新資訊 希望大家喜歡 再見囉 拜拜